娱乐转圈圈 就开始接触导演行业 并为公众带来了 当年大红大紫的电影 《小时代》 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 如今多年过去 当初看《小时代》的那群人 早已从学生时代 步入社会投入工作 而郭敬明的导演作品 也越来越有个人风格 新作品《秦雅吉》正在热映 郭敬明在演艺圈口碑 还算不错 合作的演员一直以来 都是一二线明星艺人 且先不说 作品质量 单看这样的阵容 就会清楚 人气一定不会太低 从刚上映不久的新作品 秦雅吉也可以看出来 邓论等人的出镜 在作品还没上映的时候 就已经让人充满期待 看得出来 如今的郭敬明 比之前有实力了很多 新作品没有经过 太多的宣传就上线 但是公众的关注度并不低 身为一名作家 如今成为编剧导演 郭敬明走到这一步 的确是有一些实力在的 不过 终究人同事非多 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 郭敬明因为一则道歉信 引起热议 这是一则郭敬明 写给庄宇的道歉信 足足迟到了15年 有很多新粉可能 还有点不明 所以 不少老粉都清楚 这风性的意义非凡 在郭敬明出版的 不少作品中 就有公众发现 他早已精彩雷 而这个雷区 就是诸多文艺创作者 一支不及的抄袭挑战 有细心的网友指出 郭敬明非常出圈的作品 梦里花落之多少 是抄袭装语的 圈里圈外 在经过仲裁之后 最终认定 郭敬明却实为抄袭 并且对此郭敬明 还需要进行赔偿 当时的仲裁结果 就是郭敬明赔偿 给庄宇女士20万元 或者强势将仲裁书 刊登在 《中国青年报》上面 很显然 郭敬明没有道歉 也没有赔偿 多年过去 很多粉丝 都心疼庄宇女士 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如今 已经过去了15年 面对郭敬明的道歉 庄宇回复 并且大方地表示自己 接受郭敬明的道歉 同时对于郭敬明提出的愿意 把梦里花落之多少的全部收益 如数奉还 如果庄宇不接受 就捐出去的提议 庄宇也表态 自己愿意把 圈里圈外的全部收益拿出来 和郭敬明一起 成立一个反漂泄基金 用来帮助原创作者维权 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 郭敬明 只能大方接受 看起来 两全其美的结果 两个人多年的恩怨 终于化解 不过仔细想来 却总觉得哪里有些问题 不少网友风趣的 表示不愧是作家打架 是我等思维 高度不够了 的确 虽然郭敬明 成立这样的基金 听起来非常正能量 可是细细品味 就会发现郭敬明 总有一丝 被冒犯到的意味 在郭敬明和庄宇的事情 刚刚和解之后 于正也出面道歉了 这就让不少吃瓜 群众们表示疑问了 怎么在2020年最后一天 大家都纷纷跑出来道歉呢 首先出面的 还是两位公众 关注度很高的电剧 两个人还是导演 这样主动扒自己的黑历史 多少让人 有点不能理解 于正和郭敬明相似 也是因为作品抄袭道歉 但是两个人 原本就不合 多次针锋相对 这次他在郭敬明道歉之后 也出面道歉 初中绝对不是帮助郭敬明 转移话题热度 哪有帮助对手讲话的呢 这不是于正的做事风格 于正做事 向来都是直截了当 不会拐弯抹角 他的这个特点 在 我就是演员三节目中 表现得非常明显 顾明思义这档节目 就是一部考验艺人演技的节目 于正身为导师 和张子怡一同坐镇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于正的犀利点评 非常不留情面 经常能够一针见血地 指出问题 说话非常直接 因此在公众心目中 他向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身为编剧和导演 对演员要求 严格也是可以理解 而这次画风突变 写下长文 诚恳道歉 让公众完全没有想到 在文中 与正向琼瑶诚恳地表达自己 对 梅花烙的侵权事情 并且直言自己 知道错了 看来 对于版权问题 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两大编剧 争相出来道歉 的确让不少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